我们这次视频介绍的是骆驼示波器的那个 出发的功能 那我们大部分的信号的产品是硬件出发的 那只有482系列它是软件出发的 那硬件出发的好处是说 它通过硬件的芯片来保障你的突发信号 比如说不是周期的突发的偶然的信号 基本上有百分之百的捕获率 那软件出发它是靠你的程序在你传到计算机的所有数据里面去便利去寻找符合条件的出发 那它的捕获率达不到百分之百 它只有在中速和低速的时间档位上它的出发效果才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案例是OSCA02这个信号 那它是硬件出发的 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默认情况下是不开出发的 你踩了一个信号 比如说一个周期信号 你像屏幕上显示的这个样子 那它其实也是一种出发 有一种类似于软件出发 它是一种相位锁定 就是你会看到波形很稳的在这边 它不会乱晃让你眼花缭乱 那这个其实是默认开启了一个相位锁定的功能 那其实它的原理就是说有点类似于说 它是一个自动出发 这个跟传统说法器上的那个自动出发类似 它的前提必须是一个周期信号 你像现在这个就是一个自动出发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把这个高级选项有个相位锁定 把相位锁定关了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没有自动出发的一个波形 它会左右一直晃 你这时候需要把它暂停 暂停掉来跟它砍它 然后是这样子的 那这是一个之所以提到这个 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自动出发的一个设置 那默认这个是打开的 那真正的出发是在A通道上 我们设置的只在一个通道上做出发 那如果有的客户说我需要在B通道上出发它的信号 那其实很简单 你把两个信号两个探头对调一下就好了 把B通道的信号接在A通道上就可以了 那出发是在A通道的这里 好 这里面会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普通的出发 一个是外出发 那有些信号 像A02 2002 H02它是带外出发的 那个你选中它选中外出发 或者选中出发 呃原理是一样的啊 使用是一样 所以我们直接上这个出发 那当你选择了出发以后 你会发现啊 它会出来一个这个 看我鼠标拖动的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T 一个T的线 它的颜色会不一样啊 这个是选择出发电瓶 比如说我 在这个档 这个位置 这是0.5V T是0.5V 在这个位置是T是1V 好 这意思就是说 那这边会选上升延出发 还是下降延出发 比如说我选的上升延出发 我选到0.5V 或者0.4V 选到这个位置 它的意思是说 当你的背侧电压信号 从低于这根线 这根T线 穿越过高于这根T线的时刻 比如说像这个 就是这个时刻和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和这个时刻 这两个时刻都是出发点 都是满足出发条件的 它会就被出发 如果没有 比如说我T设到这个位置 这是1.8V左右 那这个波形的波峰 应该在1V左右 那在这个时候 我的波形并不会穿越它 也不会从低到高穿越它 也不从高到低穿越它 它就不满足 电屏出发的条件 它就没有出发 比如说像现在 这个是常规出发 就是我点开 你会看 它是不更新的不动的 就是没有满足 出发条件 为什么 因为这个摄高了 比如说我拉到这里头 你会就看到 不断的会更新 这就说你不断的 因为它是个周期信号 它不断的满足 这个出发条件 用新的满足出发条件的波形 覆盖旧的 你就会看到它在本地 原地一直在更新 那是 好把它关掉 那更更直观的是 这个下面这个单次出发 就是我点一下 它不获到一次 然后我点一下 它不获一次 它就不动了 后面即便因为它是周期 它不断的满足出发条件 但是我只是单次出发 我就不动了 我只有点一下 它才会动 那这个就是 常规出发 就是只要有新的出发条件 我就覆盖旧的 好 看这是下降眼出发 那这个点 我们的出发点是默认 是摆在屏幕正中心的 下降眼出发 就是从高 穿越到低的这个点 好 它是把这个出发条件 它把这个出发条件 放在正屏幕的中心 那我选上升眼出发 那就是这个点 好 你看这个区别 下降眼出发 就是这个点 上升眼出发 就是这个点 这个你有时候 可能看不清说 哎 我可能觉得跟你刚才讲的 那个 嗯 所向 自动出发是一样的 那其实这样 你就能看清了 这样你就能看清了 这个如果是不用出发的话 它是锁不住的 它会乱跑的 啊 你把出发开开 它就会在屏幕中间 啊 就把你的每次的这个边缘 上升眼 啊 锁在屏幕中间 啊 下降眼 它会在从高到低穿越的这个 它认为是下降出发的这个位置 一直锁在屏幕中间 好 上升眼 单次出发也是一样 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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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种因为它的波形 呃 这个时间档位比较小啊 它可以把它看得很清楚 这个出发瞬间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时间档位的不断的加大 波形会越来越多 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我出发了以后在这个位置 我需要看出发的前后发生的更多的情况 因为我缓冲区还有更多的波形 我可以在这儿把 停掉 出发停掉 设备也停掉 然后我左右拖动 然后看它 当然你也可以放大 我想看一下这个的具体情况 把它放大 好 所以出发 比如说尤其适用于 呃 单次出发 比如说有一个 呃 突发的脉冲 我设定好条件以后我就等 当然这个是周期波形 所以 它会很快就到啊 我就在这等 然后我把这个拔掉吧 我现在把信号拔掉了 我现在单次出发 它会一直在这等 微停 好 这个是上一次的波形 这个是 对不对的 然后它每次会留预留上一次的波形 那在等星呢 我现在用探头揉一个 去触碰一下3.3V 好 你会看到 它捕捉到了一个新的 这是我用 用手拿着探 探头去 去接触一个 3.3V电压的时候 的瞬间 这个波折 它会捕捉到了 好 比如说再去 它又在等 这是上一次的 这是上一次的 单次出发的波形 它不会消掉 它会等待新的 我再去接触一下3.3V 这是我接触的瞬间 接触了一个3.3V 它又不会把它捕捉到了 然后这时候 你需要细看 你把它暂停掉 比如说 我想把它放大一下 好 或者是 走右移动一下 前面发生了什么 后面发生什么 那你看到 我接触 手接触的瞬间 大概有一格的响音 有高电瓶是吧 那把A-B打开 嗯 A-B打开 是绿色的 好 然后把触发 打开 选A-B触发 然后单次触发 等待 它有高电瓶就会被捕捉住 对 这就捕捉到了 可以放大一下 看 对 可以 然后 标识可以量一下 行 OK 好 对 出发 就是用跟你一样的版本出发 然后重新出 它手指这接触的 这个1.5V的方波 接触 好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这两种收拨器 呃 这种 USB的虚拟收拨器 这种 台式收拨器 带宽 带宽 进去 主要带宽 80兆 80兆 它在那个触发的功能上 其实应该也差不多 嗯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是 呃 相当的一件事 是这种通过 然后 嗯 风波 啊 然后 然后 卖上 啊 就是 是差不多的 然后 现在这种 你可以看到吧 它虎拟是这种 突发的 突发的 啊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好 好 好 放大 来看一下 看看 看一下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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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到它 那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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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捕捉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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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 嗯 重复信号 常规信号 然后 在这个画面 大家看下 重来一个 突发信号 就是 这是正前波的突发信号 就是 方波的一个突发信号 重来从这个突发内存 哇 突发泪的